Hello,大家好,我是馬友,我是馬天佑 為什麼今天講了普通話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台灣第30屆金曲獎 每一次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頒獎典禮都會很開心 因為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好好看的表演 這件事都不例外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想講一些我覺得很好看的衣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我要講的第一套就是SHE 登登! 我們這裡有沒有台客的一個表演呢? 台客的一個表演是非常的感動啦 他們做這個表演的時候我看到真的有點非常的雞皮疙瘩 他們唱那個時期的時候第一句 雖然Selena有一點點的pick 但是你看到那一句之後 Ella跟那個Hebe一起跟她合唱到第二句的時候 哇那個畫面超級無敵感動 但是回到講造型的部分也非常的厲害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通常呢做團體的時候呢 那個一致性很重要 但是呢我覺得SHE非常的厲害 這一次造型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穿三個非常不一樣的風格的一些衣服 首先呢我要講的是Selena 她穿了Racha Selena 最後就是Ella Mugler這一套酒紅色的套裝 很適合她 雖然她穿的這個比較中性的一個造型 但是呢她腰這個corset的一個 detail 也不會失去女性的那個韻味的感覺 我覺得很優雅 究竟是什麼東西去連結這三個的造型呢? 就是她們的腰線 她們三個的造型的腰線都是非常的貼服 下半身都比較寬一點 你看到Ella是喇叭服 然後其他兩位的裙子都是比較飄的比較大條 就讓整體的感覺非常的一致 她們造型師的功勞真的非常大 而且真的很適合她們 也讓她們三個的風格非常的突出 很喜歡 我們第二個要講的就是Ozzi 她是18年的新人 她入圍六項的 她到底入圍了哪六項獎項呢? 我們在這邊寫下來 登登登登登 應該是全場唯一一個 就有了streetwear的一個artist 她穿的是Supreme crossover Champagne Gaultier的一個系列 很適合她剛剛衝入這個樂壇的感覺 怎麼說也是進去講一個這麼濃縱的方向典禮 所以她也是穿上了很高貴的Cartier的一些high jewelry 把整個造型level up的感覺 Amazing I love it 然後下一個要講的就是 JAM 鄧子齊 那我就覺得JAM的造型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我覺得她的造型CT Mark 真的做得非常之適合她 整個妝和她的頭髮都是很有細節的 你看到她的髮型綁了兩個很漂亮的一邊 還有她的衣服是Vivian Tam 我覺得很適合她作為一個表演嘉賓的角色 又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覺得是特意有過分的華麗 那個輕重拿捏得非常之好 還有就是她的衣服在台上面的時候 很多一些close up的時候會感覺很好看 因為她很多一些細節在上半身 所以我覺得很棒的 之後我要講的就是主持人Lulu 她穿的就是Vivian Westwood 然後鞋子就是Jimmy Chu 這個衣服非常大挑戰性 如果我是一般的女明星的話 要花很大的勇氣才會穿這個衣服去紅地毯 因為她身上的衣服有很多不同的細節 不知道是腰味或是那個蕾絲 還是那個顏色 有很多不同的一個重點 還有我覺得每一個女明星 試一套衣服 尤其是紅地毯的場合的時候 一定要確定你要拿去改 因為真的你改一點是真的差很遠的 例如你會覺得這條褲 在她身上穿之後 有一點偏長和偏幅的 其實她改短一點和窄一點 可能效果會非常之沒有 然後就是我經常都講 非常之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怎麼樣在紅地毯上面擺Post 比如說這張照片是在虛新聞上面找到的 你看她擺這個Post 這個Post是比較年輕Street一點 我覺得這衣服可能比較適合一些 比較優雅一點的一些Post 然後下一位就是Alene Alene她穿了這個Olympia Sanchez 2019年秋冬的訂製款 然後她是作為頒獎嘉賓嘛 我覺得她很聰明 因為頒獎嘉賓呢 上到台 鏡頭一下去就是只有半身 所以你看到她上半身的地套 非常的好看 讓她整個身材 然後衣服 整個氣質都有拉出來 然後配個短髮 我覺得整個感覺非常的適合她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Alene平時可能會擺一些深色一點的嘴 但是她穿這套衣服的時候 她選擇擺了一個比較偏橙 一個夏天適合的一個blossom感覺的嘴 令到她整個感覺呢 除了型格之外呢 還有一點青春活力的感覺 去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之適合她的 跟著要說呢 就是Xiao Jinchen 肖敬騰啦 肖敬騰呢 好像一個Superfan of Gucci Just like how I am a superfan of Gucci as well 去年呢 雖然她是做主持啦 她穿了白套衣服啦 她頭和尾都是穿了Gucci的 今年呢 肖敬騰呢 就在red carpet上面呢 就穿了 A total look by Gucci啦 叮 好有一種vintage的感覺啦 你看到她穿了一套卡奇式的工人西褲 跟著再穿了一個間條的襯衫在裡面 再加一個西裝外套 再加一個very matching的一個Tie matched with她這個復古的髮型呢 簡直是 It's a very very great total look 可能她加多一副平光眼鏡呢 那感覺會更加的出啦 跟著下來呢 要講的呢 就是陳星翰啦 Starshan 陳星翰 如果香港的朋友 對陳星翰不太認識的話 等我告訴你啦 她呢就是蔡依林 上一張專輯 Pay 去到今年的怪美的呢 她都是製作人角色的 然後為什麼要講陳星翰呢 因為除了她造型非常好看之外呢 而且是因為她的造型 是我們的造型團隊做的 是不是很值得鼓勵一下 那陳星翰呢 就穿了一個Rick Owens的一個西裝的一個look 然後再加了一個Alex的一個鞋背的包包 然後她有一件neon的一個boxing shorts 再穿在裡面as a detail 然後她也綁了一個辮子頭 有點像snoop dog的那種感覺 然後跟她兒子一起走紅地毯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她兒子的穿的那些衣服呢 在她老婆的店是有賣的喔 所以大家經過這個東區的時候 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陳星翰的這套衣服 在台灣的GQ還被選為前三名帥的喔 然後下一位是讓我蠻驚喜的一位女藝人 她呢就是李千娜啦 她呢穿了一套Galvin London 2019的一套蠻妝啦 那我覺得這個look呢 穿到她呢很有鮮氣的感覺 還有呢她放了一個重點在她的頭髮上面 是放了一條條的一個閃的一個detail在上面 但同時呢是穿了一個很clean的一個ponytail在後面 minimal的來帶點details的 還有呢她很清楚她這條裙呢是很clean 雖然是珠片 但其實她的線條呢是非常之簡單的 那她呢也都選擇了沒有戴任何的項鏈 去破壞她這個neckline的 她只是戴一個很簡單的耳環 她整個配襯mix and match的感覺呢 沒有一種很硬陷的感覺 最後一位要講的就是我的最愛 她就是蔡伊林 Jolene 雖然Jolene她沒有走紅地毯 但是她也穿了三套非常好看的衣服 參加這個頒獎典禮的 第一套就是Brandon Maxwell Brandon Maxwell就是Lady Gaga 在Matt Geller走那個紅地毯上面 幫她設計的那個設計師 也是Lady Gaga非常好的朋友 哇在亞洲好像我比較小看到人穿Brandon Maxwell 所以Jolene穿這個是非常的驚喜的 第二套拿獎的時候呢 她是穿了這套Alex Perry 我覺得也非常有神秘感很適合Jolene的衣服 然後第三套就是她穿去表演怪美的 然後還有連這個最佳專輯上的衣服 就是Gucci A Tollic by Gucci It's so freaking... 首先我要講這個表演 我們給大家看幾秒 那個表演呢 有五十個六七十個舞蹈員 然後那個設計 你想想那個台怎麼設計 哇每秒都是預算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台有多麼誇張 唱一首歌的表演有這麼龐大的製作 然後燈光一射下去 穿這個紫色是非常難carry的整套紫色 那Jolene當然是沒有問題啦 她在那個台北紅白的那個表演的時候 也穿了一個類似這樣顏色的衣服 也非常的好看 然後她這個造型也搭了一個貝雷帽 然後加上一個非常長的一個金色的夾 然後我覺得她這樣的搭配很適合她專輯的理念 好就是這樣子啦 這些就是我這個金曲獎裡面非常喜歡的一些造型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些衣服的獎品 如果喜歡的話 記住要訂閱我的頻道啦 我們下星期一 下星期四 9點鐘就會出新片啦 記住到時候看我們的新片啦 我是這樣啦 拜拜 拜拜 今曲獎呢就是跟這個金曲獎一樣呢 就是非常的精彩啦 是不是我瘋了 我不想起床啦 好熱啊 喂 回來 我們回到現場啦 好 我今天講普通話行不行呢 嗯 但我講普通話好像順一點 好像順一點 OK沒關係 我們普通話廣東話都混在一起講 那好吧 JAM 那我 那我 ASM我一開始